哈囉 歡迎收聽焦兔客Jazz Talk 我是DJ彥涵 今天的小人物的冒險 之前好像有幾集都聊到不知道哪裡去 好像很久沒有找到小人物 來跟我們聊聊他的冒險 所以這一集呢 小王子不再有點寂寞 但沒關係 我們找到了一個 我跟他相處了兩年的時間 但是沒有見面大概有四年的時間 他是我研究所的同學 我們要來聊聊我研究所同學的冒險 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嗨 大家好 這位呢是Terry 他是Terry 然後為什麼會邀請他呢 因為我是最近看到他 我一集來都有看到 他經營一個粉絲專業 叫做那我去聽音樂了 然後經營的蠻好的 他上面都會寫一些文字 然後推薦一首他覺得 很適合大家聽 或者是跟這段文字有點關聯的歌曲 所以我還蠻常 因為我有追蹤嘛 有按讚 所以蠻常透過他這個 那我去聽音樂了的粉絲專業 聽到一些我沒有發現的好歌 那我們在節目開始 我們聊一聊對彼此的印象 剛有說到Terry是我研究所時候的同學 那時候覺得他就是一個很活躍的男生 然後他在 因為我們的班上 因為我學的是傳播管理 班上男生並不多 所以他就是還蠻活躍的 然後很活潑喔 之前我第一次參加那個其他台的廣播的比賽 是他邀請我去的 所以就覺得蠻開心也蠻謝謝他的 那對他印象除了很活躍以外 再來就是很喜歡音樂 因為好像研究所就是常常聽到你說 你喜歡什麼樂團啊 會喜歡什麼音樂 然後感覺也蠻立定志向 我記得那時候研究所你打了蠻多攻的嘛 對好像也是蠻朝 像演藝啊 音樂的方面走 那當初怎麼會辦這個粉絲專業 嗯當初是因為學校有門課 然後他有一個比賽 然後那個比賽是希望可以介紹自己喜歡的東西嘛 音樂算是我覺得 嗯生活裡就是不可或缺的一樣東西 因為你不管 其實我覺得他跟酒有點像 你不管是你開心的時候 你難過的時候 你都一定要有音樂啊 那我很喜歡聽一些就是 可以抒發自己心情的歌 所以我當時就想說 那我可以來介紹一些這個類型的歌曲 讓更多人聽到 嗯所以一開始是因為 學校的算是功課對不對 嗯 因為那時候好像也有辦了一個 但是我現在已經忘記 我那時候辦的是什麼了 所以我們班上其實每一個 好像是分組嗎 還是個人我有點忘記 但是大家幾乎都有要去經營一個粉絲專業 但是一直經營到現在 這成績蠻好的就是Terry這個專業了 那你也順便聊聊你研究所對我的印象好了 我也蠻想聽聽看的 嗯我對艷涵的印象啊 那我想一下啊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 非常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東西的人 因為我覺得我是比起來啦 因為有在看我粉絲專的應該知道 就是我是一個很難下定決心 然後什麼選擇都想做 可是明明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那個能力 所以我很常會發一些廢話在那個專業上 可是相較之下我覺得 艷涵是一個 他很清楚他自己想要什麼東西 然後知道自己在往什麼方向 比起那個時期的我 或是其他同學 我覺得他有一種大人的感覺 可能因為我真的年紀比較大一點 也有可能啦 可是我覺得人好像是這樣耶 有的時候看別人都覺得別人好像很肯定 因為其實反過來像我在看Terry我覺得 欸他好確定喔 他確定他喜歡音樂 他想做跟藝人跟音樂有關的事情 他就真的把他做得很好 所以可能每個人看別人都覺得別人是很有目標的 我想應該是 我剛剛剛好看到一段你寫的 在星期一寫的 你寫一段說 你啊不要老是當一個好人 要努力的去爭取自己想要的啊 嘿我們是不是有什麼誤會啊 我知道啊 但當一個好人從來不是我的選項 如果可以我希望自己壞到不行 買早餐的時候店家飲料送錯 我可以聚力歷換回我的奶茶 但我成長的生活環境沒有教我怎麼做一個壞人啊 沒有教我怎麼當一個對別人可以予取予求的人啊 我那時候看到這一段啊 我覺得你是不是想要撒嬌 嗯 也不算撒嬌 可是我覺得因為 我 我是一個很不會拒絕別人的人 嗯 然後 我很 我每次在看很多人他們可以勇敢的說不 或是勇敢的說出自己想要的 我覺得很羡慕他們 因為 我並沒有辦法做出這樣的決定 因為不管是我怕我怕後面會有什麼影響 或是別人會心情可能會不好 就是明明知道要為自己想 可是你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你第一個想的都是別人 嗯 對 嗯 因為你下一段的繼續寫說 我小時候覺得以後一定要當好人 因為大家都喜歡跟好人做朋友 長大後才知道大家喜歡跟你往來不一定因為你是好人 可能因為你傻你有背景 你即將成為他的上司或是他把你當成他的腳踏墊 這些交際的朋友數量根本不重要 而是有幾個你在他面前可以坦然 是真的耶我覺得蠻有共鳴的 而且我覺得看這段的文字我會想到一個事情就是別人的眼光 嗯 我們好像都是背負著很多人的眼光 然後背負這個社會的價值去走的 嗯 然後好像沒有真正的用自己的價值去審視自己的內心 到底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那我這樣做到底對不對 我值不值得被愛 我的價值在哪裡 嗯 我覺得這也是我近期在學的功課 就是我也是一個很容易就是要透過別人肯定我 或是別人給我愛 我才覺得嗯我自己有價值我自己很棒 可當別人不給我愛了 當別人不肯定我了 我就會覺得 欸我是哪裡有問題 嗯 我蠻容易這樣子的 嗯 所以變成那該怎麼辦呢 我就想說 你有沒有想過該怎麼辦 嗯 我通常是想了很久 但是也沒有想到一個解決方式 所以我就會打在文章上 哦 對因為我後來才發現 嗯 就是會來看我文字的人 大多數都是跟我有一樣的狀況的人 嗯 對就是因為有時候你會被別人說你可以去上一點認識自己的課程 或是你可以多多經歷一點生活 可是我覺得有很大的一個關鍵是我們並不是不知道自己是這樣的人 嗯 而是不知道怎麼去改善它 嗯 那有一道牆或是有一些阻隔是我們沒有辦法去打破的 因為我們沒有被教育要怎麼去進行這樣的事情 所以現在的狀況有點像是呃 我那個專業啦 就是有點像是大家一起在取暖 然後好像你遇到了一個哇跟你有一樣有這個困擾的人 那你覺得有另外一個人懂你的心情你好像自己就會好酷一點點 嗯 我覺得這是一種共鳴的感覺 嗯 然後在這段的文字底下啊 Terry他推薦了是巴奈 你知道你自己是誰嗎 我覺得推薦的好好喔 因為我自己面對別人的眼光這件事情 因為像我呃我的正職是在一家蠻大的公司上班 那在大公司上班相對的就會人比較多 那每個人可能有他的意見跟想法 然後呢我吃呃雖然是公司非常孤僻的人 我都自己上班自己下班自己吃午餐 那別人可能都一團一團的這樣 有的時候我也會自我懷疑想說 是有哪裡有問題呀 為什麼我一個人 或者是也會 當然我喜歡這樣我蠻喜歡這樣的狀況 然後可能也會再跟一些同事可能在工作上有一些 嗯 也不算糾紛就是有一些落差的時候 也會覺得 我會不會被討厭啊 這是我的錯嗎 等等的 可是像我剛剛想到 我剛剛講到我想到一個方式就是 我知道我自己是誰 我想要用我自己的價值去定義 我有沒有做錯事 我值不值得被愛 我做得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面對別人眼光的方法 就是我把我自己的認知跟自己的眼光 放在別人的眼光之前 這是我想到的 我那時候看到你這段文字跟這首歌 我特別的有感覺 所以想聽聽看嗎 想看完 他這段文字還有後面 所以想看的話就是去轉眼 那我去聽音樂了按讚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那Terry現在在哪裡工作呢 我在一間新創的公司工作 擔任什麼樣 是什麼樣的公司 就是我擔任的職務有一點繁雜 就是我們公司是拍攝影像的 然後也做音樂 音樂也是很大的一部分 應該說我留在這間公司 有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為音樂這件事情 因為音樂要用來生活 甚至是賺錢 你要養活自己在現在 我覺得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因為現在是一個很素食的社會 然後音樂好不好聽又非常的主觀 所以我在這間公司 我覺得有一部分是老闆願意讓我做音樂這塊事情 所以我還有其他工作像是有時候會擔任影像的製片 或是經濟或是公關之間Social的工作 這可能都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但是我非常清楚我自己在工作上 我自己是因為什麼東西追求什麼東西進而留下來 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雖然我很常抱怨 我很常抱怨一些很多事情啊 工作上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你要很清楚 你留在這邊的目的是什麼 我覺得你如果說你留在這邊的工作上是為了賺錢 那我覺得也OK啊 因為你賺夠了錢你可以對你強要做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你不能 不知道自己為了什麼原因在自己的工作上啦 所以呢 你現在工作的環節當中 你最熱愛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就是可以看到音樂人現場的live演出 我覺得這對你來說真的很棒耶 對啊 就是對不用花錢 那最痛苦的 最痛苦的啊 最痛苦的就是 沒有事情可以做的話 真的嗎 這個不是一般上班族覺得太棒了 我覺得這可能就是回歸到我的那個人格面 因為像如果沒有事情可以做 我第一件懷的事情不是公司要不要倒了 我會先想說 是不是因為我哪裡做的不好 上一次的東西哪裡做不好 導致我現在公司的同事或是老闆 不願意再把這個東西交給我 那或者是說 是不是因為我沒有足夠的能力讓老闆放心 放手這件事在我身上 我就會想這些有的沒的 所以與其這樣我寧願是忙得要死 真的喔 所以你會有一點點自我懷疑的焦慮對不對 我非常容易產生自我懷疑的焦慮 那你有想過去面對這個問題或是怎麼解決它嗎 就是不斷的工作 我覺得我跟燕海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點也是我覺得我很羡慕她的 就是我覺得我明明知道我很在乎別人的眼光 可是不是在外表上 我比較care的是能力的肯定 或者是你到底有沒有對一件事很負責 就是我非常在意這些 甚至是我做出來以後 有時候我會在想我付出這麼多的時間 跟人力如果最後成果是不是我所想的 就是她第一她已經不是我所想的 第二她又沒有辦法讓別人知道我有什麼努力的話 我有時候就會想那是不是值得的 那她就變成一個悔全 喔 了解 可是這個聽起來還是建立在別人 我能明白但是好像還是建立在別人怎麼看你的這件價值上面 對對對 我也明白會有這種壓力啦 因為像我就是很幸運的被我們公司的老闆 就是覺得做得還不錯 然後她就給我一個不錯的薪水跟職位 但是本來是應該高興的事情 但沒想到我得到這樣的薪水跟這樣的職位之後 我覺得壓力好大喔 我每天一閒下來的確會覺得說 天啊那大家會不會覺得我拿這個錢拿的不值得啊 或是大家會不會懷疑我就是憑什麼啊憑什麼 但是後來覺得是你的就是你的 反正經歷做好眼前的事就對了嘛 不然呢 真的 所以有的時候就是要想開一點對不對 真的 放過自己 然後覺得 我覺得自己自己給自己打分數蠻重要的啦 可能一天工作或是你們是專案性質的 這個專案結束之後你就很好的欣賞一下自己的成績 給自己打個分數 反正不行就再補 那做得很棒也不要吝嗇的誇獎自己 嗯 我覺得可能是一蠻好的方式 對 那今天Terry準備了一些歌曲要來跟我們分享對不對 嗯 所以在之後的節目呢 我們會一一她非常認真喔 她打了很多稿子 我們會一一的來跟大家分享這幾首 對Terry來說很很特別 或是讓她特別有感覺的音樂給大家 所以你們也可以聽聽看我們待會的介紹 同時也可以搜尋一下這些歌曲 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聊音樂的節目 但是不播歌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請大家繼續期待一下 那喜歡燕函節目的也可以搜尋一下 燕函的療癒日記 所有的新節目的資訊你都會放在上面 那之後之前的音檔也會放上去喔 所以請大家也幫我按個讚吧 我們要繼續收聽喔 歡迎回到小人物的冒險 我是DJ燕函 我們今天邀請到Terry來跟我們分享音樂 到底第一首Terry要跟我們分享的是什麼歌曲呢 嗯 我要分享的歌 絕對是 有一個獨立樂團 叫做 那我懂你意思了 對 有在聽燕函節目應該要對這個樂團不陌生 因為他的鼓手 之前才來我們的節目上大爆 而且還自彈自唱兩首音樂 對 不過呢他們 就是解散了 對 去年年初他們有一些問題 所以解散了 但是我覺得 他們是一個 那個 因為看我粉絲傳就知道 我粉絲傳叫 那我去聽音樂了 完全是follow 那我去懂你 那我懂你意思了 是這樣子喔 對對對 我其實是 我完全是因為他們 我才開始 喜歡獨立音樂 因為那個時候 我很長期聽周杰倫啊 張栋梁啊 等等的 嗯 所以你聽 當你聽到有一些歌 是不同於那一個方式的 你就會 會非常吸引你 嗯 嗯 所以我記得那個研究所的時候 我就知道Terry非常喜歡這個團 然後因為剛好大爆是我 很年輕 那18歲時卻認識的朋友 所以我就還特別幫他要了簽名 對 有嗎 那還在嗎 還在啊 我把它表框在牆壁上 真的喔 非常棒 那你是怎麼 一開始是怎麼聽到這個樂團呢 嗯 因為我以前都是在雲林念大學 然後 我以前接觸的獨立音樂 其實蠻少的 是一直到 我開始 有在 玩團 然後負責 那個鼓的部分 然後有人跟我介紹 可以開始聽一些樂團的歌 我才發現了 有一個平台 叫Street Voice 然後他們的推薦歌曲 剛好 那一個本週的前五名 就有 那我懂你意思了 還記得是哪一首嗎 嗯 好像是 想一下 哇 太久了是不是 而且你後來聽太多他們的音樂了 對 我已經 那一首歌全部都混 我根本已經有點記不得哪一歌是哪一張了 因為他們每一首歌 我幾乎 沒有一首 不喜歡的 喔 這麼熱愛 對對對 那當時你聽到他們解散的心情是 喔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對 我是覺得很可惜啦 對啊 我相信很多也愛他們的粉絲歌迷應該也是一樣的心情 那你今天要介紹他們樂團的哪一首歌呢 呃 他們的歌大部分都有 呃 有一些歌會讓你認識一下你自己 那有一些歌是 修哲 所以修哲就是那一個樂團的主唱 嗯 他可能是想要講一些他想要表達的事情 那我其中要推個一首歌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 它叫做我打工的咖啡廳 嗯 對 他這首歌我覺得 因為我很喜歡一首歌裡面的歌詞 那他裡面有一段就是 當時的我覺得非常的貼近我的生活 嗯 但是現在也是 就是呃 我知道這一切最後都會過去 那他總有一天也會結束 就是這兩句話你明明就是很平常的事 可是我覺得透過他們的音樂唱出來 你就會有點感叹說 哇 我遇到的這些困難 或是我遇到的這些阻礙 我知道他 最後一定都會消失的 可是 我現在怎麼還會再感叹這件事情 嗯 對對對對 類似像這種感覺 所以像這樣一段歌詞 他給你什麼樣的力量嗎 嗯 我覺得我很多的時間都不是在於遇到鼓勵或是正面的事情 而是我都是在找那個共鳴 嗯 對 像這段歌詞我就會覺得 哇怎麼會有人這麼懂我啊 就會像這樣子 因為像以前我大致上以前聽的歌曲 他們都是呃 比較不會探討到你心裡在想什麼 或者是你在人際關係間相處的問題 頂多是比如說愛不愛 我愛上了我就會很快樂 類似像這種 嗯 比較很少是探討你真的在 你在面對自己的內心 或是你在人際相 人際關係的相處上 會遇到一些什麼困難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 比較很少聽到的 所以我會有一種共鳴感 嗯 我覺得這首歌蠻特別的 因為他的視角啊 是一個應該可能是在咖啡廳打工的人 嗯 或者是咖啡廳的老闆 然後他前面就說 欸有人每天牵著狗到這家咖啡廳 靜靜看著書 炫耀他的狗有多美麗 然後可能有人是跟不同的男人約在咖啡廳 打扮得很光鮮亮麗 訴說著他滄桑的過去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用這樣的視角 那剛剛Terry講到的段落大概是 我知道這一切最後都會過去 我知道總有一天都會結束 我知道我會不可避免的忘記 只希望我能永遠不會失去 我覺得也是有時候有一些痛苦 尤其是痛苦的事情 嗯 它在發生的當下啊 你會覺得好像這件事情 它就會延續到永恆 你就會一直在那樣很痛苦的狀態之下 尤其是失戀 嗯 是嗎 嗯 對 或者是一些 可能你在跟你自己性格上某些缺憾 也不算缺憾 就是你某些覺得還不夠好 你還沒有接納的部分角力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低潮很痛苦 然後我覺得很難忍受這樣的情況 嗯 然後偏偏痛苦它就是會被你的想像嗎 無限擴大覺得好像就是我就一直這樣 嗯 我覺得很多時候痛苦它 我不曉得這是不是一個健康的方法 我覺得不是啦 就是我通常很痛苦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 哇 別人都比你痛苦了 你到底有什麼好痛的 通常會這樣子 或者是我最近 覺得有 我朋友跟我講了一段話 就是 任何的 你不開心的人跟事跟物 你根本就不可能真正的忘記 頂多是 因為時間或是因為人 或是因為你一些更愉快的經驗 你把那個事情充淡了 就是很像是 前幾天我看到我的初戀結婚了 對對對 那 因為那個時候 是一段沒有很開心的分開 所以 當然 我當然也是沒有收到 就是 喜帖的邀請 可是我反過來看這件事情 我變得 沒有 沒有這麼在乎這件事情 因為 也有可能是因為長大了 你經歷過很多事情 你再回來看 你原本那件事情 你會覺得 那根本就只是小事 可是因為在當下 你體 你體會到的痛苦 都是最深刻的 所以 每個人有自己不同的方式啦 我覺得我的方式 應該 不是很健康的方式 不會啊 我覺得蠻好 因為世界上的確有人 可能在承受更大的痛苦啊 所以像有人跟我說過 他說 你那點小情小愛算什麼 有些人在非洲都沒飯可以吃了 真的 我覺得這可能也是一個方式 我昨天啊 也是心情蠻不好 然後跟朋友在 喝永和豆漿 就是稀稀酥酥的哭了一下 然後我那個朋友 她是一個非常樂觀 非常正面的女生 她就是總是會很堅定的告訴我說 明天 一定會更好 哇 未來一定會有更好的事發生 真的要這樣相信 一定會有 所以我覺得就是給自己打氣也是蠻重要 就是相信 對一定會有很好的事會發生的 不可能都這麼不好 一定會過的 對不對 嗯 所以如果你現在在 情緒很低潮 或者在 正在經歷一段 不是很開心的狀態 可以聽聽看這首歌 試著用不同的視角去看你現在的問題 這也許也是一個方式喔 好 之後呢 我們還有四首歌要介紹給大家喔 所以千萬不要轉台 要繼續鎖定 繼續收聽喔 哈囉 這裡是焦兔克的Just Talk 如果喜歡燕涵的話 請按一下讚 燕涵的療癒日記 第二首歌 Terry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嗯 第二首歌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魏魯萱娃娃的有一首歌叫 好嗎好嗎 嗯 為什麼想選這首歌 呃 先打個廣告喔 就是他前陣子發新專輯了 就是末入狂花 大家有時間可以去買一下 然後高雄廠 還在持續售票中喔 就是呃 這首歌好嗎好嗎 就是我 因為我其實一首歌 我非常 我會先看他的歌詞 嗯 就是我覺得歌詞是一個 很很故事性的東西 那我其實我推薦每一首歌 他都是很日常 日常生活 像是娃娃裡面有歌詞就是 我就光是第一句 我就覺得哇 送一個禮物 不如寫一首歌給你 至少裡面都是我們的畫面 我就會覺得嗯 對啊 為什麼我當時不寫一首歌呢 因為你你你經歷呃 距離上一段感情有一段時間 然後你就會 有時候你在懷念一個人 或是你在想念一個人 你 要把感情投射到哪裡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很很 我自己也不太懂我自己 自己在 我是怎麼忘記那個人 因為我每次想啊 我通常啊 在分手的當下 我一定是 我不曉得有多少人這樣子 你都會先想自己到底 是有多對不起對方 然後才讓對方做了這個決定 或者是你自己到底做了多少的錯事 然後讓對方提出了分手 你可能是自己的個性的問題 就是我通常會先反省自己 我不會去 我不會去想說 就連劈腿這件事好了 我也會想說 我到底是少做了哪個環節 導致他發生了劈腿這個衝動 對啊 然後 在剛分手的時候 你我覺得啦 沒有很沒有 真的沒有什麼感情是可以 馬上說斷就斷的 我不相信有這種事情 我覺得如果你是真的喜歡過那個人 他絕對是藕斷絲連的 你一定要一點一滴的忘記 所以 我推薦這首歌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他副歌的部分 就是 他說 他想看你看的書 聽你聽的歌 喝你喝的湯 想跟你一樣 我覺得他詞寫的真的非常好 就是 在你當你在想念一個人 或是懷念一個人 你會很想知道他在幹什麼 甚至想到你想變成他 對啊 大概是因為這樣吧 對 但是我覺得 就是如果你在失戀的當下 聽這首歌 可能可以 蠻適合大哭一場的嘛 對 他的歌詞就寫 看你看的書 聽你聽的歌 喝你喝的湯 想跟你一樣 穿你的衣服 走你走過的路 幻想一起走 倒忘記了孤獨 然後他說 他說 生命的默契很難說到底 無論在哪裡 依然互相遷移 也許有一天 離得好遠好遠 記得這首歌 好嗎好嗎 這是我們的 好嗎好嗎 其實我覺得你很愛一個人 有時候真的會很想要跟他 一樣 甚至是變成他 你想知道他的每一個想法 每一個思維 做的每一件事情 你都想要參與 可是當這個人不在你身邊 你也只能透過這些東西來 覺得他好像還在你身邊 我覺得這可能是 有一點失落 但又蠻真實的一首歌 因為這首歌的歌詞 其實就是娃娃威如萱 他自己寫的 對啊 我也很喜歡這首歌 但是剛剛講到他的新專輯 他新專輯有一首歌 我覺得如果你不想要苦苦 你想要振作起來 我覺得可以聽叫做 一萬個不回頭的方法 我那時候好像也是看到 你有分享對不對 對我有分享 我有分享你那篇 喔知道嗎 就是一萬個不回頭的方法 我覺得如果你需要一點力量 就聽這首 非常好聽 那他其實就是 他就是像他的歌詞講到說 不要再把問題掃到地毯下 不要先射箭再花吧 然後一萬個不回頭的方法 我不能就這樣被打發 世界比現實大 我不能雙手一彈說辦不到 我覺得他蠻積極的 他就是讓你不要再往後看了 不要再沒有退路了 他讓你努力的往前 這樣子 我覺得可以聽聽看這首歌 你覺得這首歌 你那時候怎麼會分享 他新專輯的這首歌 就是想說 哇 終於有人來鼓勵自己了 喔是嗎 你覺得蠻勵志的這樣 對啊 就是 因為我自己工作的關係 我們 我其實有近距離聽過 娃娃的專訪 嗯 然後我覺得 他是一個 就是新專 就是他現在的 現在的他是一個 他很適合他 也 他自己看起來是非常開心的樣子 就是他覺得何不 呃 像我啦 我有時候可能會想說 要不要出國玩 可是出國玩這件事情 我可能就會開始想 我出國一趟 我可能要花多少錢 多少時間 我可能要麻煩做別人做多少事 然後想了一堆的借口 導致最後沒有出國成功 嗯 對啊 那你 我覺得有很多時候 其實是你 嗆我的狀況 我覺得我根本壓根也不想出國 只是找很多藉口來說服自己 那你和不像娃娃一樣 你就是給自己出國一次 看看不同的視野 然後 也許會遇上一些不同的事情 改變你的人生 改變你的際遇 也許 你自己現在不開心的事情 會因為這一趟的旅行 而有些許的不同 嗯 聽完他的歌 我有時候會有這種想法 對 我其實也很羨慕有一種人 他有一種性格叫做 我自己取名他 叫做折扇衝動 就是好的事 他就會很衝動很快的去執行了 不會想一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優點 真的 我也蠻想要有這種 這種能力的 哇 我也很想要有這種能力 對折扇衝動 可以就是立刻去做 像出國啊 像出國啊 學一個新的東西啊 或者是也沒 可能也不一定什麼遠大的事情啦 但是就不要想太多 想做就去做了 真的 對啊 尤其是人生其實非常短暫 最近我有一個蠻親的家人 他發現他的肺部長了一個腫瘤 嗯 然後是癌症 然後他是 對啊 他一生都在很辛苦很辛苦的工作 那我覺得很難過 可是我也去想就是 到底我們的人生啊 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我們算一算 七八十年好了 我們應該要花多少時間在想 我們應該花多少時間在做 我們又應該花多少時間在做哪些事情 嗯 我覺得有時候靠死亡很近 反而會提醒你一些事情 嗯 對啊 所以你今年有什麼新的計劃嗎 我聽聽看 哇 你說我人生的計劃還是我工作上的計劃呢 呃 人生的計劃 人生的計劃 呃 我希望今年 我可以找到我想做的事情 哦 你不是人在執行了嗎 嗯 對啊 但是我覺得 呃有一部分人跟我一樣 就是 你 你有很多你想做的事情 因為你沒做過 所以你不知道那個東西 你你是不是更喜歡 嗯 但是我覺得我 我現在我到現在喔 已經二十六二十七 我覺得我 找到了我最喜歡的工作狀態 或是我最喜歡的人生狀態 就是跟跟自己信任 跟喜歡的人一起工作 嗯 幫助他們完成他們想要的東西 這個是我最希望的 那我也希望今年 可以 貫徹這個方向 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我想要的 因為 我覺得 比起我自己成功 我更喜歡看到 別人是成功的狀態 嗯 對啊 所以 我今年最大的目標應該都是希望 呃 可以幫助更多人成功 然後 也 肯定 自己的 價值 很棒欸 對啊 好立志喔 具體做法是什麼 具體做法就是 更努力的 工作 啊真的嗎 你沒有想要做一些工作之外的事情嗎 嗯 嗯 應該 因為其實我那個粉絲專業原本 就只是介紹音樂 然後原本有想說要不要 嗯 辦一個小型的演唱會 然後跟 跟大家頻道在聽個人聊聊啊 可是這些都在我工作上 我就 我就達到了 喔 對啊 就是其實我大部分我想做的事情 我在工作上 都可以利用資源完成 嗯 那如果你是說我個人想要做什麼的話 有 30歲前我想去一趟冰島 很棒啊很棒啊 對啊 我終於聽到我想聽的答案 剛剛就是都在那邊 喔真的啊 喔OK 因為剛剛都是跟工作有相關嗎 我覺得你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 對於你自己正在做或想做的事情 喔 所以那個完全就是 不需要 不需要我在那個 對對對 復許什麼了 OKOK 冰島很棒啊 你想要自助嗎 我想要找一個人去 喔你想要找一個人去 對 因為我覺得我的個性沒辦法自助 所以呢 不跟團 你想要找一個人 叫他帶你去這個意思嗎 嗯 也不一定啊 也許你不知道你到時候是自己一個人 還是你已經有了 喔女朋友 關係不錯的對象 或是很好 有共同理念的人都可以啊 就是 我不想要跟團啦 因為我不曉得 因為我真的很怕那種 就是已經規定好幾點起床 幾點吃早飯 你喜歡彈性自由一點 對甚至我覺得你去冰島需要自然醒 Why not Why not 對啊 嗯 所以你去冰島為什麼選擇冰島 你想看極光嗎 呃我想找一個沒有人認識自己的地方 以及自己很明白也沒有什麼求救的方式 然後跟著一個你喜歡且信賴依靠的人 然後看看一個你平常不可能看到的東西 或是體驗一些你平常不可能體驗的生活 其實不一定是冰島啦 我同時上個月去西藏 嗯 像是這種 就是我覺得 我要 我很希望可以找到一個地方 是我都不認識他們 他們也不認識我 所以我不用去在意他們的眼光 不用去在意他們喜歡或不喜歡 那當我不用做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唯一要注意的 就只是注意我喜不喜歡 那個是很 對我來說那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很難找到我自己 呃我通常都是先思考別人 再思考我自己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希望可以找到一個 我不用去思考別人的地方 那我就可以知道我自己到底想要什麼 我覺得很棒欸 我覺得很棒 聽完你這樣講我自己都想去了 哦對啊 因為我覺得如果旅行可以用你這個方式去思考 然後去做這樣的旅行 我自己也覺得很心動 很棒 你今年一定要去喔 不然就斷交 因為你就再不要跟我聯絡 哇哇哇 好啦 希望你今年真的可以去 所以第二首歌我們推薦的是娃娃威如萱的 好嗎好嗎 喜歡的可以上網聽聽看 也許它可以跟你帶來不一樣的共鳴 那下一段節目我們會繼續介紹誰呢 我們先來偷偷預告一下 我們下一段要介紹的是 先知瑪莉 這個我很陌生 所以待會可能就 請TERRY來跟我們說 到底先知瑪莉是怎麼樣的一個樂團 它是樂團嗎 嗯它是樂團 對是一個怎麼樣的樂團 待會再請TERRY來幫我們介紹一下囉 哈囉歡迎回來焦兔克 這裡是中國FM103.3 那TERRY接下來要幫我們介紹的是先知瑪莉 先知瑪莉我就是真的非常不熟了 他們是一個什麼樣的樂團 啊好說實在的我也沒有很熟 那你為什麼會選他們的這首歌 後來我得知我今天要上廣播以後 我剛剛認真的思考一下 我好像也沒有真的去調查過 這個團的背景或是每一個人的名字 我好像都是 我在網路上聽過他們的歌 然後看到他們如果有 演出的訊息 我根本也惡化 我也沒有想 我就買票了 所以你去看過他們的演出 對我覺得 我覺得很多現場的演出很迷人 那他們就是其中一個團 就是你從他們現場的演出 你可以 你很容易把自己投射在他的角色裡面 就是他有一些歌是比較知名的 像是《去了》然後《Yes, I Do》 或是《Yes, You Are》 這些都是 其實他們有很多歌都非常好聽 我今天選這首我也覺得 就是 其他首也不錯 大家可以去聽看看 就我今天推薦的歌是《星夜裡的人》 《星夜裡的人》 《星夜裡寂寞的人》 在洋流上迷失方向 等待歷史的到來 留下遙遠的塵埃 《星夜裡寂寞的人》 在月光下回憶童話 遺忘曾經還有誰 對同樣星空有期待 《星夜裡寂寞的人》 在倒影中凝視夜空 是否前方會存在 也許本來不該離開 《星夜裡寂寞的人》 想起泥土和雨水的氣味 終於回憶起原來 看著同樣天空的你 才是我尋找的依賴 所以為什麼喜歡這首歌 我覺得其中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不是台北人 然後我是從高雄上來 在這邊工作的像是外地人 對 然後我覺得 它裡面有一段像是 他說他在離開的時候 眼裡住著多少的夢 我就覺得我們 因為我們一開始都是 懷抱著自己的夢想 或是自己想做的東西 你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 然後夜晚來臨的時候 你很有可能在思考 今天所做的所作所為 或是近期自己的狀態 你很容易會迷失了你的方向 你會覺得 哇 我現在做的這份工作 我遇到的人 是幫助我在前進 朝我的目標邁進嗎 那如果不是的話 我現在到底在哪裡啊 因為有時候會這樣想 然後在洋流中迷失方向 我就會想在漂流的過程裡 我什麼時候會遇上一個 可以讓我緊緊抓住的服務 然後再遇到另外一個 在心夜裡寂寞的人 嗯 是這樣想的 我覺得音樂跟話有的時候 有一點像欸 就是他也許歌詞 或是他的曲是這樣 都是一樣的嘛 但是每個人去看 去聽都會有不同的感覺 嗯 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 然後我其實 我其實沒有很跟著他的歌詞走 但是我想到 嗯 心夜裡寂寞的人 我想到我去台東旅行的時候 然後在一片星空下 跟著新認識的朋友 嚎啕大哭了一場 嗯 但是我覺得在心夜裡寂寞的人 其實沒有那麼寂寞 因為在那時候我覺得 有滿天的星星 嗯 他陪著我 所以有時候 歌曲會帶你到 一些回憶裡面 讓你去想到 聽這首歌的時候 去想到你過往的一些畫面 對不對 嗯 那他們還有別首歌 你是推薦的嗎 欸他們是一個怎麼樣的樂團 他們的組成是怎麼樣的 先知瑪莉 嗯 他們有四個人 嗯 然後主唱的聲音 就是他只要一開口 你就會想說 怎麼會有一個人 聲音這麼的好聽啊 他是女生嗎 不是 他是團員四個都是男生 都是男生 但他們卻叫先知瑪莉 對對對 好特別喔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團 哇 今天這樣 中央女生我等一下回去 可能要好好餓補一下 他們的那個 不會啊 解一下他們 對對對 嗯 所以那有別首歌嗎 我看你寫到了滿多首 他們的音樂 還有一首是去 就是 呃 他們的MV是 也是很 嗯 我覺得我很難用口述去講這一首歌 就是MV跟歌曲 我覺得你們 呃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上YouTube 或是其他管道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我覺得他非常的走心 然後你會覺得你現在所受的一切的阻礙或是一切的事情 你要再繼續努力堅持下去 嗯 或者是你應該找到一個出口 而不是呃 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都不做 因為你最後會發現可能 你當時的念頭只要一轉 今天就不會是你想要的這個狀況 對因為他個子寫了說 你的緩慢和脆弱總是擦身而過 寂寞堆滿了角落 一切來不及說 想握緊那溫暖太陽 在我的手中任憑發燙 也掩蓋不了你絢爛的光芒 永恆的綻放 那遙遠的嘹亮 閉上眼的方向 儘管一路荒涼 還有你在遠方引領我的瘋狂 那驕傲的倔強不願鬆綁 對啊我覺得 他歌詞真的寫的蠻好的 嗯 但是呃 你看到這首歌的時候是覺得被鼓勵嗎 我看到這首歌的時候 被鼓勵啊 好像有被鼓勵 但大多數好像又是 就是 原來不是只有我這個樣子啊 喔我看到這首歌覺得很有愛情欸 蛤愛情喔 對啊 欸是不是我比較怪嗎 嗯 因為就覺得他有一個人是你覺得他非常的 嗯 你非常愛他吧 他是你的像太陽一樣 然後他總是在在那裡 然後就看著他 然後他可以帶著你 不知道為什麼我會有這種感覺欸 嗯 喔也有可能是因為我聽的時候是跟著MV一起看的 喔 對對對 所以他對啊他印象比較大 嗯 嗯 對啊所以我才沒有往愛情那邊想 所以這首 你第一次聽到他們 哇這也是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欸 就 等我已經意識過來 我知道這個團的時候已經是 我已經愛上他們了 我第一次聽到他們是在那個simple life OK 再來聊囉 時間過得好快喔 我們最後一段節目了 這也是彥韓的療癒日記 小人物的冒險 我最喜歡的樂團 也不是最喜歡啦 我最喜歡的有很多個 它是其中一個tizzy bag 然後今天要推薦的是 嗯 歌曲是 這是因為我們能感到疼痛 為什麼選這首 這首歌在講什麼 哇 因為我剛剛得知好像可以做自己一點喔 所以 對就非常開心想跟大家分享 結果殊不知竟然這首歌是這麼沉重喔 呃這首歌是我 就是我開粉絲專頁以來 第一首就是破百分享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破百 對是我們目前最多人看的一篇文章 然後其實我探討的 也不是探討了 沒有到那麼厲害 我講的問題也是一個 就是我真的不太懂的問題 就是我有時候 比如說像今天 大家會約你出去玩 嗯 那呃如果今天你真的有事 或是你不想去 你可能就會說 呃我沒事我去不了 呃我有事我可能去不了 可是別人就會覺得你這樣 不合群 嗯 就他沒有在尊重你 你自己的意願 嗯 然後我就會想 難道我勉強自己跟你一起去 那就叫合群嗎 對啊 對啊就是呃 很多時候是 你身為旁觀者 嗯 所以你可以比當事人看的更仔細 那這也是我想推薦這首歌的原因 就是呃 很多事情是因為我們旁觀者 我們感受得到那一份衝擊 或是那一份令人傷痛的原因 所以我們會比當事人還要激動 你比當事人還要生氣 然後痛他所痛 所以你會知道他做這個決定 或是他這麼做是不好的 是得來不易的 嗯 對我就覺得很多時候是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人跟人之間的信任 或是關係都是從小行為上面開始累積的 對 你可能每天幫一個人倒一杯咖啡 久了以後 他反而你沒幫他倒他也不習慣了 嗯 甚至是你們可能之後相約或幹嘛 出去玩或幹嘛 你都是因為有人跟人之間的相處 或是小行為 嗯 對啊 我就覺得呃 可以多感受 可以多感受一些你在生活中 你遇到的一些人事物 然後可以大方的分享你的感覺 當然這點我也還在學習 就是 我覺得可以 你你如果 有真的有感受 不管是你喜歡一個人 呃 或者是你真的覺得他很棒 你可以就是大方跟他分享 因為我覺得 像是正面能量這種事情 大家通常聽到是不會 不會不高興啦 嗯 甚至可能你的一句話會讓他開心一整天 嗯 對然後如果是呃 我覺得每個人身邊都要有一個正面能量的朋友 嗯 以及有一個你不管說什麼 他都可以跟你在同樣同樣生活的朋友 那我覺得我就是這個角色 就是我很常 我很常聽朋友講廢話 嗯 對然後我就會覺得呃 嗯 大部分我都比他們還要還要覺得 感覺更深刻 嗯 就是有時候他可能覺得還好 我就覺得 怎麼會還好 我光是聽我就覺得很難受 嗯 對啊就是我們做 反正是生活中做很多決定 都是因為我們 我們因為有感覺 因為有經歷 所以你才會 更知道夢想得來不易 對 對我覺得這很重要 嗯 他歌詞裡面寫到說 因為我們能感到疼痛 才能保護自己的夢 趁著黑暗真正來臨前 把你的手放開 這是我們能感到的痛 才能永遠牢記心中 受過了傷 搓脫了時光 然後學會堅強 現實中有人麻木早已沉默 如果我還能維持心中的火 這是因為我們能感到疼痛 疼痛感覺是很不好的東西 誰想要疼痛啊 但是其實你知道有一種病 他是沒有辦法感受到疼痛 喔對 所以可是其實那會對這樣的病人 造成生命上的危險 因為他比較痛 但是當他發現的時候 他可能已經受了很嚴重的傷了 嗯 所以我覺得疼痛 他換個角度去看 他可能是一種保護的機制 嗯 那他也可能是一種 可以變成給別人力量的機制 嗯 就像剛剛Terry講到的 因為我痛過 因為我感受過 所以我能同理你 甚至是因為我走過來了 所以我可以告訴你我怎麼走過來的 嗯 那疼痛我覺得它也是一個可以 快速使人成長 嗯 的一個力量 對 有時候雖然很想要逃避 覺得實在太痛了 但是忍過就是你的 然後你會長成你自己都量想不到的 一個方向 嗯 那但是我覺得是好的 嗯 對啊 最近有讓你疼痛的事嗎 除了工作以外 嘿嘿嘿 最近啊 疼痛的事大概就是 哇 我覺得說起來很蠢 就是我上個禮拜 我去銀行 零完錢 然後我把錢放在口袋裡 然後回到家以後發現錢都不見了 這件事是真的 對是真的 我有看到你寫在你的Facebook上 對就是我也不太懂 因為喔 這又要再說到 因為我是一個很容易不見東西的人 啊我也是 對然後我就 因為我朋友都叫我買錢包啊皮包 然後有一套 我自己覺得很荒謬的理論 但是我真的覺得這個理論很重要 就是 你把東西跟錢都放在一個皮包裡面 那如果你不見了 它就是整個一起不見欸 荒謬你現在沒有皮包還是不見了 對啊 所以你如果把東西散落 你可能身分證放皮包啊 錢放口袋 然後手機放車廂裡 那你不見只能就是一個不見嘛 對啊 你看聽起來是不是很有道理 我覺得沒有道理 然後秉持著這個理論 我去年身分證竟然辦了六次 你要不是買個錢包啊 然後等一下 但是到底有多少錢在裡頭 我不曉得啊 每次不見的時候大概都是兩三千塊 對 然後上個禮拜最疼痛 因為上個禮拜我是剛領完錢到家才 就發現我的五千塊從我的口袋不翼而非 這個太疼痛了 我覺得好疼痛 對啊 我真的是錢很難賺啊 對 所以告訴我們請買個錢包 不要荒謬理論度日 真的 還有感覺是好的 因為它可以激發你去更努力工作 要賺錢 哇 好 那最後一首歌呢 我們速速的介紹一下這個歌名跟樂團 最後一首歌我覺得大家可能比較找不到 因為這首歌是我目前工作的同事 他自己組的樂團 嗯 對 然後他們的樂團的名稱叫做自由落體 就是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是大家 相信我 相信我 他絕對是一首好聽的歌 你們可以去Street Voice那邊找他們的歌名叫做 養飾 就是 我覺得他們的歌非常的 非常的脫俗 就如果你喜歡一些 呃 數字搖滾類啊 然後你也覺得你人生有一點迷失方向 你想找一個 好聽的音樂洗耳朵 我覺得你可以認識這個團 對 好 所以他們是自由落體 那歌名叫做養飾 可以去哪裡找呢 可以去一個 平台叫Street Voice 街聲 嗯 可以去聽聽看 那最後再說一下你的粉絲專業名稱叫 粉絲專業名稱叫做 那我去聽音樂了 所以喜歡音樂 想聽聽故事 想找到一點共鳴 請按一下讚 今天謝謝Terry來到節目當中 之後要繼續鎖定焦圖課節目喔 掰掰 掰掰